其实我想多查问一个问题 就问女朋友 就是她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身体状况 她现在在完成很多 我们普通人完成都有些危险 甚至对身体啊 体能来讲是极大的挑战的运动 你支持她吗 我一直都是支持 我觉得人生就是要不断地往高走 就是你才会看到更大的世界吧 我觉得 就是而且就是 我觉得她可以 她可以 真是那句话 女人需要疼爱 男人需要崇拜 我觉得你真的找到了 这个世界上这么漂亮 这么善良的一个姑娘 一定要把她娶回家当老婆 我给你讲 这是你这辈子最幸运的一件事 必须的 包括我就看你们俩说 爬长绳的这段故事的时候 我在想 现在很多年轻人 不知道自己该找一个 什么样的伴侣 我觉得你们就是最好的榜样 真的不是物质条件 有多么的丰富 而是彼此能给精神世界 无比充足的营养 两个人之间 能够互相地 为一个特别美好的目标 而去共同努力奋斗 我觉得这才是寻找伴侣 最美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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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美的模样